又一位女明星怒斥了娱乐圈中的潜规则,曾被要求脱衣拍戏,看看她都爆料了啥吧?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里面,日本的著名女星水源希子在一个采访里面公开怒斥了娱乐圈中的潜规则,并大胆地透露了日本娱乐圈中的一些侵犯问题。 水源希子在采访当中先说到了曾经的自己,被一些猥琐的导演用一些言语来骚扰过她。 而且不仅如此,她在采访中还爆料了一些年长的男演员们更是在拍戏的时候要求女演员们脱衣。 然后有的女演员们即使处于立架的时期,却依旧要坚持拍戏,让不少人感到十分的愤怒。 甚至水源希子还说到了,在他们日本的娱乐圈里面,不少的男性演员们以及导演们都认为了,那些女演员们敢在所有工作人员面前把衣服脱掉拍戏,那才是厉害的女演员。 然而部分的女演员们如果真的那么做了,就会被那些猥琐的导演们通过各种威逼利诱,而跟他们发生关系,因而成为了潜规则。 因此,这一位水源希子在这一次的采访里面直接怒斥了日本娱乐圈中的这种潜规则。 然后她的这一番采访还获得了不少网友们,纷纷对她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女网友们,纷纷称赞了她的怒斥。 然而,在日本的娱乐圈里面,其实不少人都知道的,由于他们的整顿方面,一直没能落实相应的政策,导致了不少的女明星们经常出现被潜规则的局面。 比如在前一阵子的时候,日本的知名导演袁子温还被网友们爆料了,曾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与多位的女艺人们都发生过关系。 她被网友们爆料出,曾在一次的采访里面大言不惭地说到过,不少的女明星们之所以跟她发生关系,完全是因为她的资源和能力,因为想获得出镜的机会。 甚至,袁子温还说到了,只要跟她发生关系的,就能获得相应的剧本角色。 因为,在日本的娱乐圈里面,一些女明星能够成名,其中的大部分功劳,还是她袁子温的。 然后除了这一位变态的袁子温之外,另外的一位日本男导演,也被爆料了同样的事情。 那位名叫神英雄的日本导演,也曾利用威逼利诱的方式,与多名的女演员们,全部都发生过关系。 不过这一位名叫神英雄的日本导演,她在前一阵子的时候,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毕竟她的事情被爆料后,她的一部新作品,纷纷遭到了观众们的抵制,让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那么,关于娱乐圈中的那些潜规则,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 这一位名叫做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一位名叫做优优独播剧场。